好 回來了 玩具TV第25季第10集 剛才有些觀眾都說很期待我們這個 聖鬥士星之電影 差不多 聖鬥士星之電影 都很期待我們這個玩具 跟它有點淵源 很多人都不會 因為香港改的那個名字 改到好像是類似的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在法國也是 都是張國的劇 差不多 造型也有點似 因為當時那個叫做盔甲的熱潮 令到它也要韜一下聖鬥士的光 打中國功夫都叫做小龍 對 好 我們今次介紹的就是 千夕年超彈可動 海轉第四彈 這個就是一個最強最後的角色 第四彈 輝皇帝烈火 原來是五個主角一起合起來 規格 海鴿 然後就變成這個終極版本 沒錯 那什麼仁義至禮信 那些 都記得了 齊齊之後就會變成這個最強的規格 輝皇帝烈火 這次是第四彈 第四彈 如果貨就是第四彈 對 應該聽聞千夕年應該都會出另外兩個 沒錯 另外兩隻橙色和青青色 2023年的6月和7月就出了 OK 好了 我們先看看盒子 一貫 看到主角 烈火 珍田寮 好像是他的作品 珍田寮 穿了規格的影 接著就是海鴿的剪影 後面亦都給大家看到 裡面有什麼玩呢 就是這樣 就是穿了鴿一款 另外就是把鴿脫落利 一款 這樣玩法 好 那我們看看玩具 沒錯 時間關係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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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是一個素體 就是有阿珍田寮這個素體 可動方面 聽聞好像都是 因為它叫超彈可動下跌 那些可動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輕輕都給觀眾看看 反而是關節鬆緊 大家會關心的 是的 我想這個 現在千直鏈就應該 放心 很放心 雙關節 可以接到好賣 是的 可以接到好賣 頭呢 即是搭地鐵不會頂傷人的手 是的 頭 我想很多人都會用這個千直鏈 這個玩偶 那個超彈可動的系列 和Bandai那個醒之神話的系列 去做一個對比 這個超彈可動 我覺得它那個叫做造型 身形和可動都是兼顧得好少少的 是 因為聲齒那些會比較瘦弱多少少 是 是 因為它遷就合金規格 可能比較厚 是 這個呢 因為超彈可動的規格是膠的 可能可以薄少少 那身形的比例就會好一點 就算你就這樣 不穿規格 去展示它那個身形都很漂亮的 所以不會覺得像下纖人 是的 還有剛才我講的就是聖鬥士系列 其實呢 因為Bandai也有個叫阿孟 也有 是的 跟它一樣的 因為它那個是比較舊一點的產品 它那個身形就更加滅小了 這個身形絕對是會漂亮一點的 是的 那可動 縮頭哥 也是可以摺到這樣的 是 Johnny Lee說 我剛剛其實都在想同一樣的 是 他說Ricky做主持很有進步 是不是真的 多謝 我們女粉絲的數量也都直接 多謝大家 我們是街數的 我們不玩PostTV 我們都很開心的 我們做節目之餘 我們可以訓認到自己 是的 那這裡 膝頭哥 腳踩腳尖這些 都是可以 全部都是可動的 還有好 east 這個方法 整個叫做 規格版 那 Patrick 的腳踩腳選手 當然固定那個 都是膠的 應該全都是膠的 不過 都有些手感 理解 不要馬上 很輕聲的 我的臉istle 先看你這一 先 那麼好了 也許éric特捷 這個是怎樣 先說回規關係 也許多人說 因為剛才Ricky也 quais 是的 有些吊詭 就是這一款的樣子沒什麼正常的樣子 因為大家可以找一下Walker 再增加一點 增加了 可能要4號 我4號 不要緊,我們退前一點 表情樣子 因為正常 正常你見到現在 Bian手拿著這個 就是一個比較大笑的開心樣子 還有我手上這個 就是一個咬牙切齒 哎呀哎呀這樣的樣子 我以為見到酒吧對面有女生單眼 是的,有些朋友就說 為何會跟這兩個樣子呢 原來如果本來 原先那隻紅色烈火那隻 就會跟了三個比較正常的樣子 因為他們是同一款人物 所以這次跟這兩個樣子 就是烈火沒有的 另外的兩個人樣子 如果你有紅色 還有它呢 就會有五款不同的樣子 五款不同的表情 這個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就是滑了 如果我只買了這盒怎麼辦呢 那就沒有辦法了 那就追上紅色 不過我覺得真的有些玩家會只買這個 是的,因為這個是最中方最強的形態 好,那我們再看看這兩個 這兩個就是一個戴著面具 戴著面具的版本 這個也是一個有個分別 如果你又買到Bandai那隻 我會覺得這個處理手法是好一點的 謝謝 因為Bandai的面具 那個面罩 是會跟著那個白色的頭盔 那就變成不貼面了 你明白嗎 這樣一套下去 那你的面具一定會有分離 但是這個就會解決了那個問題 那就很貼面就很帥仔了 那就是兩個樣子 一個就是,抱大喉 抱大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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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威嚴 威嚴,你摸起嘴裡 好像用力出功 威嚴一點的樣子 對了,就是這樣 好,我們現在看看這個 好,規格是嗎? 規格 剛才我們花了一間準備 規格,大家看到了 這隻是全塑膠的 這兩個小腿是有磁石的 其餘部分就是這樣 組裝上去,其他位置都比較容易 但是腰部因為它坐姿 要少少功夫,大家就要小心少少 因為始終它是膠件 你太大力去逼它 是有機會會爛的 最重要的是把兩個翼翼大腿 發起它才夾起來 就是這樣,這是一個很經典的座姿 一個像武士盔甲那樣 沒錯,在陣地上刺棍 不過其實這個是沒有人的 裡面有黑色人 對,有一個人在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黑色面罩的樣子 我們不如一口砌一口砌 好嗎? 好啊 你將這個人同甲結後 我可以說少少武器 或者說少少他的白甲 我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白甲的顏色其實挺欠人的 因為有時候 你也知道有些產品 會做到很上的白色 我講到武器 它的著名武器 我名字我忘記了 做好功夫,年紀大,忘記了 這把雙劍可以變成一把 類似Darthmore的兩刃劍 可以合起來 用力 再用力 然後用這個 雙刃劍柄 刺進去 小時候最喜歡做這些 為什麼呢? 砌武器 應該是同一邊的 應該是這樣的 好像是 應該就好像是 有錯就請大家提提我 哇 這個攻擊力非常大 好像一把圓越彎刀一樣 有師兄投訴說頭比較容易脫 是呀 是那個人的頭還是 似乎是那個人的頭 是呀 因為我又覺得 如果我們這樣玩 暫時又可能沒有什麼 目前已經有師兄提我們了 我們有沒有見有事 暫時又好像還可以 還有這位師兄提了我們 那把 他有兩把叫做光烈劍 哦 光烈劍不提 沒錯 馬上開個 葉雲飯店不算 哈哈 看見這位師兄是粉絲 沒錯 他已經賣了 其實都挺漂亮的 我本身沒有看過這個 是漂亮的 沒有看過這個系列 但我覺得其實那個造型 是挺有心機的 是 像Ricky說的 以前看過的裝裝甲 星翅那些 通常我素體本身的比例是不漂亮的 是呀 腰很幼 是呀 還有那些縫位很大 是呀 是呀 其實我想如果這一隻 我想就是 除 只有一個 是會給人家 這麼多一堆救病 就是那個 是用膠件 嗯 這一點就會比較就是 因為它是膠的時候相對性 相對的可換性會好一點 應該就是 可能也是價錢問題 因為星翅那些系列 我經常覺得以前那些 其實裝了甲之後很難 就是 站不穩 是 好了 我們現在去想想 趕快 趕快把它 就是合體 原來這套 盔甲 結合了之後 五大盔甲 結合了之後 它叫海薩鴨 不過你說是台灣的原因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剛剛師兄說 我們就說 穿了甲之後頭 可能就少了才行 那就再看看 那就要試試了 那現在呢 其實呢 它那個鴨鴨的方法 都是比較簡單 那 我始終都是覺得 那個裙子 那裏 是有少少難度之外 其餘那些 就很OK的 那大家知道 它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腳 這個鴨 就是一個刺石 夠嗎 夠的 夠的 是 好啊 師兄說得到 那把劍的方向是這樣的 就是同一方向 不是S型 哦 真的是這樣的 圓與關刀 好了 不過呢 它這個呢 我又不太明白 就是我覺得這個 是這個位 那個 膝蓋這個位 就是那個小 大腿甲 大腿這裏 我覺得它露出 就是它原先的設計 是露得比較多些 就是保護性 會有大腿甲 會有大腿甲 會有大腿甲的 那這個我覺得 那個 就是保護性方面 就沒有那麼強 這裏都是外形優先的 是啊 不是 它原先的設計 就已經沒有遇到這個 就是車田老師那些 都不用太研究邏輯 哈哈 這個好像不是車田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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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就不是 哦 不知道這樣 這個不是的 沒錯 炸劍這隻手很容易爛 是 最好用熱水先浸過 哦 我明白 因為它那個手指的位置 它枯得很慢 如果它硬一點 就真的會容易爛 這個師兄看來真的 跟Bandai那隻 比哪隻比較推薦 那 又是那句 這個 其實我自己 都對這個產品 都會有想買 喜歡 那 其實Bandai那個 如果你是要重量感 你是要合金感 重量感 合金感 那就真的 肯定是Bandai 但如果你要造型先缺 或者你要樣子漂亮 就肯定是這隻 因為 雖然Bandai那隻 其實它是 很多年前出過的 現在它新出是載版來的 它是改良了關節 但是它的樣子 也是保留那時候的邪神樣的 風味 對 十年八年前那個產品的風味 的時代感 沒錯 這裡好像是 好像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是否遇到一些難處 因為它的頭盔可以夾得更漂亮 我覺得 還是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 因為我覺得是 我不敢太大力 大力出奇蹟 師兄說 換味的話 是Bandai比較好的 是 但是那句 換味的話 你聽聞 因為它的 甲重 是動不了的 你呢? 對 因為那些甲太重 那關節其實是承受不了 那些 甲的重量 是 這次站不好 但你有沒有玩過Bandai 你玩過 是會很鬆的 因為我那個是舊版 好了 那我做完了 那我可以給大家看看外型 那砌完出來 其實真的是很帥 那剛才Bian也說過 它的白色盔甲 其實它也有做一點點coating 好像有輕輕的珍珠面 是 輕輕有一點點亮亮的珍珠面 就不會說很膠的那隻白色 是的 這個光 是啊 那我的頭是否真的鬆 是 是 因為它剛才的頭髮呢 它的頭髮呢 佔高了 佔高了 那波珠呢 就是比較短一點點 那如果插了這個頭髮之後 確實是有一點點容易脫掉的 對 這樣已經感覺了 那真的是鬆的 是啊 是會有一點點鬆的 沒有補救方法 應該就沒有了 因為它那個波珠 是比較短了一點點 我找一些東西 做粗一點點 筍可以嗎 指甲油啊 是的 作者叫齒立 不知道什麼 有個師兄跟我們說 這個是動畫 指甲兆是那個 其實是Sunrise的創作部 好了 那就 那本就是差不多 那剛才呢 還有一個玩法 剛剛是 阿巴仁現在在玩那個劍 劍 因為這隻東西 其實它有兩個刀鞘 那兩個刀鞘呢 是沒有位置給你夾的 如果你要拿劍 你是要拿著那個刀鞘 即它不可以說以前 因為它紅色那隻 可以兩個劍的套 是可以這樣揹在背部 但這隻白色是沒有的 是要大家手拿著 好像那些什麼 居合劍 是不是這樣 拔劍的方法呢 還有打架一會兒 拔出來就先把劍槍扔掉 就是這樣 你最多只可以手持著它 是 這樣你就沒有東西可以接觸它 是 就是這樣 這個真的 頭髮很容易 其實我覺得 要不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唯有 就是 你不加頭髮 是 你犧牲少少 因為其實都不是很看得到頭髮 是 你犧牲少少 你撕掉頭髮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夾得好實 大家如果剛才說頭髮 那個問題 你撕掉頭髮 其實如果你看不到頭髮 就會解決了那個頭髮 不是那個鬆的程度 是的 我想我明白 因為我沒看 我沒什麼留意這套動畫 但我想師兄的意思就是 那個劍兔 它是不揹著的 它應該是放在另外一個 叫黑炎王 黑炎王 是否一個座騎 是的 可能是 它有隻白色的老虎 是的 應該是 如果我沒猜錯 明白 明白 他們真的很熟 是的 那我們就 這個介紹就差不多了 我們就期望 千夕年之後 那兩個 可以齊人 還有很多粉絲 都會期望 就是他剛剛說 Walker說 他的座騎 是一隻白色的老虎 規格 又穿著規格的白老虎 有的 有的 一隻白虎 嘩 今晚打老虎 師兄補完 這套動畫原作 是沒有漫畫版的 我剛剛說錯了 不好意思 希望千夕年都收到 粉絲的聲音 看看他會不會出賣 一些敵角 或者一隻老虎 或者那個黑暗皇帝 那些角色 多謝林頓師兄 是的 CEO會不會看我們節目的呢 有時會看的 多數有時都會看的 個個都會看的 那些行內 那些 各位的參 重業遊士 都會看的 死林頓師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熱血師兄說 如果千夕年出賣 黑炎王 和四魔像 更好 是的 剛才我說的 有四個敵人 再加上黑炎王 可能那隻老虎 還有一個黑暗皇帝 齊了角色 希望千夕年賣得好些 大家有齊的機會率就高些 沒錯 你們支持 ERICK REAP 先提醒 買BANDAI 買第二版 第一版 是鬆到爆燈 出事的 謝謝各位 今天很有互動 對 還有說什麼 其實有些專家 一定有的 我們很熟 我們玩具之衣 就有多專家 雖然我們只有幾百人在看 不算太多 但說什麼都會有很熟悉的 就不淺解 有可能不出聲 幸好我們也是一個 是 幸好 主持有益進步 REKY 沒錯 我們還有很多好東西 還有HOT TOIS 對 好 稍後見 這個說不說 這個 這是什麼 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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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說 沒有開胎時 對 因為開胎時 會更深一點 謝謝